我們就了解他很多的一些GEC比試 同時對我們了解這個產品的縮短很多的時間 還有一個我們最關鍵的是 關於他們眼鏡不光是整機的眼鏡 反而是對關鍵的眼鏡 發展動力、液壓鏡、傳動鏡等等 一些主要關鍵眼鏡 眼鏡眼鏡是我們國內的一些主要的企業 一些眼鏡製造商業來參與這個商業 所以說我們從主要眼鏡 它整體全面的達到更高的成果 所以直接拉進來跟整個國際平均水平的進行 廈門經濟特區的成立 為廈工的騰飛迎來了一次歷史的契機 伸出工程機械行業的改革先鋒 和隨著業績的逐年攀升 1987年,廈工開始醞釀組建企業集團 廈工集團是以廈門工程機械廠為核心 以下工牌輪式裝載機工程機械系列產品為龍頭 具有經營自主權的生產經營經濟實體公司 下工集團公司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 同一使用下工商標 保留廈門工程機械廠廠名 現代化的企業架構及管理制度 已經在下工基本成形 隨之而起的下工股份制的改造進程 則一路順風順水 下工集團的建立順理成章 風生水起 1992年4月 下工的股份制改造 正式拉開帷幕 1993年8月24日 廈門工程機械廠 正式改製為廈門工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廈門工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說明外面對下工的股份 寄於很大的熱情跟支持 從外衛人 都是從北京坐飛機 包括東北的 來到下工買股票 到廈門市來買股票 而且是用提箱 有的講是用麻袋張宣 1993年12月30日 選舉產生董事會成員 熊光敏擔任首位董事長 聘任李榮譽為首任總經理 我一年4年12月28日 下工在廈門正式交易上 正式化的上市 代表為60815 同時下工成為了我的工程機械股份有首部的上市公司 因算先開始 在資本市場剛剛在中國大陸建設興起的彼時 當多數人還處在遲疑與觀望階段 下工以其國有企業身份得上市先機 改制上市的完成對企業是一次質的改變 而這又有效的作用於企業品牌價值和市場影響力的提升 意義深遠 1995年12月25日 廈門下工集團 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成為下工歷史上更為濃墨重彩的一筆 下工的實際上 下工的實際上 這個企業的上門插車廠 上門新民公司 同時呢 還擁有這些光劍林部隊的配套集團 有現在的像文化製造部分 有像公司的業者 有新民的機構制 還有那些 連下門史文廠的史文界 成立這樣的工程 就是下工執行 是為了更好的改造 下門市 做一個工程之間 專業化的執行企業 下工執行的成立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上 確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也支持下工股份的成長和發展 拜施卡特 證券資本市場的成功運作 以及下工集團的順利建立 從技術、管理、資金運作 和集團實力各方面 下工完成了完美蛻變 和華麗轉身 下工開始真正意義上的 與世界接軌 成為現代企業集團的橋柱 二十世紀的最後幾年 管理人才的缺失 和銷售市場的萎縮 挑動著下工企業發展的神經 而以此為契機 一場引領中國工程機械行業 職業人才市場 和價格市場的雙重戰役 正式打獎 求鞍鋼 下工其時脫穎而出 於1999年6月 被下工股份聘任總經理 成為我國工程機械行業 甚至是全國大中型 國有骨幹企業 公開招聘的首位職業經理人 那這一次的 就像全國公開招聘總經理 所謂國有企業的範疇 對下工的發展 是有極其的意義 之後呢 我們又陸陸细细地 一批的中高級職業經驗 這些職業經驗 帶來一些新的理念 和一些管理的方法 對下工的一個穩健的發展 也有極其的發力 除了人才 下工在市場開拓上 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下工模式所帶來的負面危機 開始在此時顯現發力 當時我們走出這個 專業的實作 幾個時 在量化的工程 確實我們在管理方面 還承認一些多的項目 特別是在關鑑鑑鑑鑑的製作方面 管理的項目 那造成的 我們相當多的外地產業 或者你的組裝廠家 就在以後出的一樣 因此 僅您下工而建的當地組裝廠 竟有18家之多 與下工貼身展開市場爭奪戰 下工銷售市場日益萎縮 2000年4月 下工迫不得已 挑起了一場 中國工程機械行業 有史以來最為著名的價格戰 下工率先調低 主打機型價格 一夜之間 國內裝載機市場 風雲突變 國內行業間 大多數企業 跟風降價 持續兩年的價格廝殺 成為中國 裝載機行業 自誕生以來 規模最大 降價幅度最高 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價格戰 通過價格戰 下工成為全國當年 成長最快的企業 這場價格戰 所涉及的一個深層問題 就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我們是新的價格戰 下工在很多城市 遠巴 繼續突破 大家整個內地的精神化 以及市場的很多建設 有給用戶創造價值 等等 我們從一個實際的操作上 經營運營模式上 在八里面上 都得到一個比較充分的 同時也是這個實際 競爭的人也能夠制定 我們整個行業的方法 通過這樣的競爭 我們的行業競爭 也有越來越來越 能通過競爭的方式 這非常好處 2001年 在下工發展史上 竖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它標誌著 在度過了改革開放 經濟轉型所帶來的 種種困難和危機的陣痛中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 下工終於完美蛻變 滅盤重生 2003年的時候 包括銷售生產 都是突破一萬台 那個對下工來說 一個歷史性的突破 我們從下河路搬到西郭 能夠在短短的時間內 從設計產值五千台 突破到一萬台 從技術 從製造 從這些整個的倉儲 配送 體現下工文化 下工人這個拼搏精神 這樣一個特徵 2004年 下工順利完成 異地搬遷改造 落戶在 極美灌南工業區 生產場地 從五萬平方米 增闊到近二百萬平方米 日產裝載機達七十台 在國內首屈一致 終於一個時代已經悄然終結 下工歷史翻開了 展新移夜 展新移夜 品牌是一个企业的生命 代表着一个企业的综合实力和精神象征 下工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 品牌意识开始真正觉醒 一系列来自外部的冲击和内部的自省 在经过一甲子的轮回后 下工品牌的塑造终于浴火重生 成就今日新下工大天地的崭新境界 历史经过半个世纪的轮回后 2004年国际工程机械巨头卡特比勒公司 将目标瞄准当时 拥有世界最大装载机生产基地的下工 意图通过控股下工 冠以自身品牌的方式 来达到垄断中国市场的目的 围绕着对民族品牌的争夺 双方经过了历史两年的交锋 最终转机出现在2006年 厦门市国资管理体系重新布局 撤销了全资持股下工集团的厦门国有资产投资公司 代致已新成立的厦门基电集团 2007年基电集团在最后的谈判中 把握住了底线和原则 卡特比勒收购案以失败宣告落幕 下工作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 把使命紧紧攥在自己的手中 主导了自己的历史发展进程 卡特比勒收购事件 彻底唤醒了下工的品牌意识 也极大的激发了下工 振兴民族工业的使命感 恰在此时成立的厦门基电集团 站在行业的高度 把握世界工程机械行业发展的脉搏 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 谋划下工未来的发展格局 把下工带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首先是领导团队的新迹象 郭清泉出任厦门基电集团 董事长党委书记 原下工董事长王坤东 出任厦门基电集团副总经理 陈琳出任厦工董事长 党委书记兼总裁 一个富有开拓性和进取精神的 领导班子搭建起来 新的领导层运筹帷幄 锐意变革 实施大手笔运作 部署战略棋子 一步步推动大下工的形成 在资本运作领域 下工收购厦门齿轮厂和厦门插车厂 配套链及产品种类 得以丰富和完善 为机后形成大下工的辉煌格局 初步奠定了基石 下工股份成功完成了十年来的首次再融资 定向增发4.29亿元 拉开了大规模计改的序幕 下工年纪人家务行动后 应该说 物资金给家务的资产结果 增加了下工的收益 下工在今年一步里面 不把购买也得到了长大发布的发展 这次下工的下工的成绩 就会有大发展 2008年1月 下工北方焦座基地 以四个月的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建成投产 一期项目年产能达到一万台 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焦座速度 北方焦座基地的建设 使下工拥有了一南一北两大生产基地 走出去的战略布局已悄然展开 这也是企业发展的必然期 我们下工的主要的产品市场 就在我们北方 我们一起在北方建造一个基地 这一年 下工通过了第三批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完成了液压实验室 传动实验室 电气实验室等研发平台的建设 这一年 下工营销形成全新销售模式 获得融资租赁资 成立了下工融资租赁公司 同时 下工打造海迈营销团队 一年间发展建立了二十多个新的国外代理商 意味着下工国际战略的开始实施 2009年 下工迎来了管理体系的新变革 下工吸收合并了下工桥箱 下工插车 下工小型机 设立装载机 挖掘机 插车 小型机 和配件销售五个事业部 建立事业部运营模式 同时 下工完成了SAP ERP信息化系统建设 2009年的下工 下工带给自己以及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最大的一个惊喜是 行业知名国际职业经理人蔡奎全 空降下工担任总裁 带领下工走向全球意义的国际市场 他的到来 被媒体评价为 一个国际化的新下工 已呼之欲出 与世界接轨的下工 广纳天下英才 积极引进国际化专业人才 打造协动攻坚的人才团队 为下工进一步迈向国际大舞台 奠定人才基础 我发生了 那些人是如何做得到的事情 全是人材 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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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掘机作为工程机械中技术难度最大 技术含量最高的产品 被誉为工程机械皇冠上的明珠 如果说当年夏宫选择了装载机 成就了夏宫辉煌的一段历史 那么挖掘机将是决定夏宫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 选择高调进军挖掘机领域 表明了夏宫二次创业 开创新时代的勃勃雄心 夏宫涉足挖掘机始于十几年前 但一直处在艰苦的摸索之中 2004年通过整合内部技术力量 积极吸收外部技术人才 夏宫开始踏上了开发自主品牌挖掘机的征程 中期社会发展 从中期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 社会观点 社会的社会上的社会 知识性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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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点 社会观点 社会系列主义者会 议者会 成功门 社会所达的社会 2005年,第一代自主品牌挖掘机XG820成功推向市场 蔡奎全就任夏工总裁后,夏工挖掘机开始了跳跃式发展 2009年,夏工挖掘机年销售量突破2000台 2010年,夏工更是一名惊人,全年销售接近3000台 2011年上半年,市场占有率上升至2.4% 2011年6月,夏工挖掘机27G改项目正式开工 项目建成后,挖掘机产能将达到15000台 从而打造一条新的百亿产业链 挖掘机将成为夏工产品系列中一颗璀璨的明日之心 中国是世界的经信,广成为世界的经信 我们不只是坦白的中国的共产业是三个 世界的共产业是三个,这是国际上的 我们应该,我希望,我们的全体研究嘛,可信可奇拉 我们的全体研究,在以前的发展,拼换,就是这样的成续 2010年5月18日,厦门集电集团正式更名为海溢集团 海纳百川一展天地 一个全新的厦门海溢集团正式走进公众视线 海溢集团旗下最为重要的商用运输设备制造板块当中 从事工程机械的下工股份,下工三重 从事专用车业务的下工重工 以及从事关键零部件业务的银华机械一起 构成了一个拥有完整工程机械产业链的大下工 下工这个机械产业,机械产业是我们下工的机械产业 我们把下工做好了,下工做大做行了 我们下工呢,这个呢,机械产业的产业务 就能进一步做好 这样就推荐了机械产业的大方 对海溢集团来说,下工是海溢集团的核心产业 下工做好,海溢集团就会做得比较好 下工做得好,海溢集团一定做得好 经过几年的强筋建固,下工元气大增 核心竞争力迅速提升 成功闯过了惊心动魄的国际金融危机 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2010年,下工营业收入首度突破百亿大观 净利润同比增长百分之四百五十三 2011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百分之四十三 再创历史新高 2011年6月,下工以142.36亿元的品牌价值 位列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第66位 再次缔造了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品牌的新高度 下工品牌经六十年风雨锤炼 窥然屹立于世界工程机械品牌之林 下工秉承我们创建,感为,携动,超越的企业文化 不断的变革,不断的创新 同时呢,要很好的谋划自己的 国际化的战略方向和路径 实现下工做大做强 成为世界级企业的光荣和梦想 2011年,下工走过了六十年的辉煌历程 从一家小小的机器修造厂 跨入了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和全球工程机械五十强的行列 下工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铸就了十名中外的民族工业品牌 2011年12月28日 下工迎来了成立六十周年庆典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 亲笔提此 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于伟国出席庆典 并发表重要讲话 下工成立以来的六十年 是在共和国阔步前进的真存中 着丈成长 是在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壮大跃升的六十年 一代代下工人艰苦创业 屡创辉煌 下工是厦门本土企业的杰出代表 厦门为拥有下工这样的优秀企业 感到骄傲和自豪 送走过去的六十年 下工迎来了新的历史纪元 六十年辉煌历程中 下工一直秉承作为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将国爱的种子播种社会 以感恩的信念服务大众 2011年11月28日 下工发布了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 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 内容之一 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突出有势 最终赢得新一轮的成长竞争 为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更加有效的创造价值 打造国际化大厦工和世界工程机械行业的旗舰企业 下工根据当前及今后五年国内外环境及工程机械发展趋势 在认真分析行业竞争态势的基础上 立足于自身已有以及可能建立的竞争优势 紧紧围绕强化核心竞争能力 制定了未来五年的发展战略规划 提出了宏伟的战略目标 在新的发展战略中 下工未来的长期使命是引领全球工程机械制造 服务绿色革命 创造人类美好家园 长期愿景是成为国际领先的绿色工程机械系统 解决方案提供商 未来五年的战略总方针士 强化绿色核心竞争能力 聚焦价值提升 实现有质量的高速增长 下工作为国有动力的上市班级 一直在坚持着 学家责任 社会责任 和网警责任的谈 他只是我要整个的影子 我要是非的影子 我们接触到一个好的企业 努力成为中国民族品牌的企业 代表着中国装备制造业 前进方向而行 必须要立足下人 不及前选 再次创业 愿我们还有一种高度 跟国际的事业 来建设力 尽大力的信心 在这个战略中 下工将确立和巩固 装载机的市场领先地位 快速提升挖掘机业务的市场地位 积极促进道路机械 插车 小型机 零部件等 现有业务的市场竞争能力 努力培育装供机械 混凝土机械 起重机等新业务 在五年后 实现年营业收入500亿元人民币 其中装载机 145亿元 挖掘机 150亿元